我们现在这里是冷水坑上方的观景台 这里同时也是冷水坑附近最好的眺望点 请您往东边看去 远景是顶山石堤岭晴天岗 近景则是基辛伦和七谷山 您仔细看看七谷山 山头的植被一半是茂密的森林 另一半则是翠莉的高草原 似乎是剪了一个旁客头 这究竟是谁的杰作呢 原来呀 每年九月开始吹的东北季风 就像礼法师一样 每天刮呀刮的几乎刮了半年 所以北向的坡面就长不出高大的树木 只剩下生命力强韧的芒草与建筑 而南向坡面因为于被封面 所以植物生长旺盛 而呈现比较完整的森林面貌 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吟风面 您都可以看到树木受到风压作用 枝条向一边倾斜 或是一边枝崖干凸的风茧现象 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季风 在七谷山留下鲜明的主机 也同时见证了季风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台湾是个海岛 冬季时强劲的东北季风带来又湿又冷的天气 阳明山国家公园各个山头首当其冲 因为地理和气候因素的影响 气温明显降低 造就了阳明山地区特殊的生态景观 秋冬季节登山健行赏景 也别忘了多带几件衣物保暖哦